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其实蛮讨厌别人 因为他们不太喜欢 promote人的个别节目 所以他们每次介绍我都叫 资深媒体人 这五个字在台湾现在叫做 没什么良心的人 然后呢 我很高兴 今天我请来一个 真正的资深媒体人 圣竹如老师 我们先给他掌声 各位好 好 我做一个investigation 做一个调查 认识圣竹如老师的 请你们举手好吗 有 你是从你爷爷那里知道的吗 好 你们是自己最近有看到他的人 请举手 我讲的是这五年 你们看到他的人举手 好 你是从你爸爸妈妈 爷爷那里知道的人 请举手 那你其他知道的人是怎么回事 OK 你看有同学们陆陆续续进来 我们的讲堂是开放式课程 所以其实完全看您的号召力啊 那同学陆陆续进来 请同学坐下来 我先跟大家介绍 圣竹如老师呢 在我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 就在做主播 我有那么老吗 当然 然后呢 他真的是资深中的资深 他本来今天给的题目叫 从蒋介石到蔡英文 我说他不会要来谈政治吧 我就跟张静人老师说 我们这个节目是不谈特定政治的 我们要谈的是整体的观念 他不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 他要讲他如何从采访蒋介石 一直一路下来历任总统 到采访蔡英文 你说他是不是应该列入 世界遗产文化古迹 这样子 给他掌声一下 OK 文倩小姐这么说 这还真表示我年纪非常老了 她是台大政治系毕业 所以是学政治的 台大政治系毕业 但是我毕业之后 从不涉入政治 而且我非常不喜欢政治 对 然后他说 他前一阵是做健康检查 医生说 他的身体年龄是50岁 所以他比我年轻 但是他的生理年龄 不好意思啦 不遗瞒了 七十九岁 所以你们七十九岁还有他的这种头脑这么清楚啊 要佩服他一下 OK 然后 他说他今天要来告诉你们 他从采访蒋介石 到今天他在采访蔡英文 他的感想 其中的秘星 他说连陈文倩可能都完全不知道 我们欢迎盛祝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 就跟文倩老师说的一样 他 李敖 生前说过一句话 陈文倩是最聪明的女人 我非常同意这句话 各位同意吗 同意 所以啊 今天啊 我真的不谈政治 因为我不喜欢政治 但是啊 我要谈的是一些 有趣的事 有一些秘心 告诉各位 这样谈起来才有意思 所以我今天不谈政治 让各位开心 好 说到蒋介石 他是非常有威严的 这个人呢 这一辈子啊 没有做过副手 要么就是 国民政府主席 要么是 总司令 要么就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他还做过蒋总裁 国民党总裁 国民党以前啊 只有孙中山是总理 蒋介石做 国民党总裁 一直到今天 没有总理 没有总裁 只有主席 国民党就只剩主席了 这个主席啊 一届一届坐下来 越坐越长 所以啊 蒋介石其实蛮有威严的 我跟他见过好几次面 也跟他谈过话 他也还蛮喜欢我的 比如说 当年台市啊 刚成立的时候 不像现在啊 对面都是大体育场 那时候没有什么体育场 荒地一片 有一次 有一次台市啊 对面要举行大的商展 这是台湾第一次举行商展 这很了不起 搭了很多帐篷啊 大家每天呢 那个人潮络绎不绝 大家都去看商展 我那个时候已经进台市做记者了 忽然有一天 这个商展外面 没人了 奇怪 怎么会 每天人都那么多 怎么忽然没人了 我心中啊 知道要出问题了 马上把摄影记者 带到商展会的会馆里面 然后 等于说是埋伏在那边 没过多久 蒋介石跟他的太太宋美玲 来参观商展 参观商展 以前都是满满的人 那天就剩他们两个人 那我在那边看到他 跟他深深一鞠躬 他也 好好好 然后宋美玲 那个手上拿着手气 跟你招招手 这是第一次跟他们 结束 跟他们 后来也有好几次 有一次啊 是我们的哨棒 大世界冠军 回到台湾 他们在阳明山的中山楼 召见哨棒的小孩子 我跟着去采访 他采访啊 蒋介石看到我了 马上就告诉侍从 他说 急着有没有查点 记者有没有查点 急着有没有查点 哎呦 那个是 是为 是从 马上啊 最好的查点 还搬个小桌子 摆在那边 我就坐在那 这是 蒋介石 对我非常好的一面 蒋介石啊 讲话 很有威严 那么他也 因为他是浙江人 因为他是浙江人 所以啊 有这个浙江的这个 香音 那么 所以那次他就说 急着有没有查点 我听得懂 记者有很好的查点 那么他 相当有威严 但是讲话也有香音 以前呢 他做这个 这个总统的时候 他 时常要召见那个 要升 升级的军官 高级军官 一定要他要召见 要看一看 你的仪表怎么样 不然的话 他是 不会让你升的 好 有一次啊 有一个军官 哇 那时候穿那个马靴 到了蒋介石面前 那个马靴 后面 啪 一响 跟蒋介石 敬礼 鞠躬 蒋介石啊 看看他的仪表 这个人的仪表 好像不怎么样 蒋介石就 问了他一些话 问的话都很简单 那个人呢 问一句 他答三句 问一句 又答三句 蒋介石就不高兴了 他说 强辩 骂那个军官 强辩 因为他有响音嘛 哎 那个军官 吓得马上跪下来 尿裤子 为什么呢 他听成什么 枪毙 强辩 他听成枪毙 以为要枪毙他 那时候蒋介石 要枪毙一个人 太简单了 所以啊 他有响音 蒋介石啊 他是浙江人嘛 中华民国完岁 生命主义完岁 然后下面的人马上 总统完岁 总统完岁 好 好 这是蒋介石 蒋介石啊 最恨的人是谁 当然是毛泽东 对不对 但是呢 蒋介石的原配夫人 姓毛 叫毛福梅 她的福气很倒霉 她是蒋经国的妈 后来啊 蒋介石啊 把他给修妻修掉了 然后为了追求宋美玲 蒋介石原先是姓佛教 后来改姓基督教 因为宋美玲他们全家都是姓基督教 总算她跟宋美玲结婚了 宋家这几妹啊 几姐妹啊 全中国啊 有史以来没有人抄得过 老大 宋爱玲 嫁给什么人 孔祥西 当时啊 山西的财阀有钱 而且啊 开当铺的 那么后来做行政院院长 所以宋爱玲等于嫁给了行政院院长 宋庆龄老二 嫁给谁 嫁给孙中山 那么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建国啊 有很大的功劳 他一直帮他们 所以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宋庆龄也相当的尊重 然后就是宋美玲了 宋美玲嫁给了蒋介石 所以啊 宋家这几姐妹 要么就嫁给行政院长 要么就嫁给总理 要么就嫁给总统 了不起 何况还有一个弟弟叫宋子文 那么这个宋家的财产那不得了 那时候中国抗战有四万万同胞 四万万同胞的钱加起来 没有宋家的钱多 可见得 治国啊 要有钱才行 那么宋美玲 因为啊 蒋介石啊 娶了宋美玲 把毛福梅给修掉了 蒋介石也改信了基督教 那个时候啊 很有意思啊 蒋经国 妈妈被修掉了 蒋经国呢 蒋介石把他送到苏联去 送到苏联 那蒋经国在苏联 就讨了个俄国婆子回来了 那后来啊 蒋介石跟代院长 也就是考试院院长 各位一定读过代季陶 考试院院长 各位读过什么青年守则 什么孝顺为奇家之本 忠孝为什么结义之本 那就是代季陶 十二守则是他写出来的 好 等到这个青年 后来蒋介石跟代季陶啊 他们都一起到 日本士官学校 做短期的训练 然后两个人呢 在日本呢 跟那个日本的女人发生关系 生了一个小孩 也不知道是 蒋介石生的 还是代季陶生的 生下来以后 就给蒋介石 做儿子 到今天 他是谁 蒋伟国 蒋伟国你看 样子长得堂皇 不像他哥哥长得那个猪像 那么 蒋伟国啊 是 是等于 代季陶 让蒋介石 做他的儿子 他是中日混血 长得很好 另外 还生了一个 叫做 代安国 金国 伟国 安国 那代安国呢 就给代季陶 做了儿子 也是中日混血 后来在台湾的做中央电影公司 第一代的董事长 这是他们蒋家 所以各位 要知道 蒋伟国啊 因为蒋经国做总统 根本不理他 蒋经国一方面是 恨日本人 因为他妈妈被日本飞机炸死 蒋经国说要血债血还 何况 生了个蒋伟国 可能有日本血统 所以蒋经国对蒋伟国 一直非常不好 因为反正不是亲生的嘛 那么 后来啊 等到蒋经国做了总统 蒋伟国还是不得知 每天只好 坐在那唱歌 唱什么歌呢 哥哥爸爸真伟大 因为他哥哥爸爸 都做了总统 只有蒋伟国 长不了军权 他就是想长军权 所以蒋伟国 唱哥哥爸爸真伟大 一直唱到 他哥哥爸爸都死为止 他自己啊 也拿不到实际上的军权 所以这一段呢 各位可能不知道 蒋伟国跟蒋经国 完全不是亲生 甚至于是不是蒋介石生的 也都不知道 那蒋介石啊 他这个 讲话都有相应 中华民国万岁啊 三民主义万岁 然后大家喊 总统万岁 他就很高兴 那他接见很多军官的召见 所以他有相应 讲到相应呢 我讲一个笑话 以前呢 国民党有一个副秘书长 他叫秦孝宜 秦孝宜 各位可能都不知道 后来蒋介石死了以后 他写了一个 中正纪念歌 这是秦孝宜写的 那时候还有一个 教育部部长 叫黄继路 教育部部长 还有一个交通部部长 他叫孙运璇 这三个人呢 讲话都有相应 好 有一天 秦孝宜打电话给黄继路 秦孝宜就说 秦孝宜 他因为他是湖南人嘛 他说 我是警教你啊 湖南人 秦孝宜的 警教你啊 黄继路呢 是四川人 我忘记咯 忘记咯 忘记了 他说他是请教你 他说他是忘记咯 请教你啊 我忘记咯 这秦孝宜就很不高兴 只好打电话给孙运璇部长 孙运璇又是山东人 孙运璇说 他打过去以后 我请教你啊 孙运璇说 我不讲 不讲 我不讲啊 不讲 山东人不讲 一个请教他 他也不讲 一个请教教育部部长 他就忘记咯 这三个人电话互通 黄继路又打给孙运璇 我忘记咯 孙运璇说 我不讲 所以这三个人通了 两小时的电话互相 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所以讲他们 讲话都有相音嘛 所以这个 毛泽东啊 是蒋介石最恨的 毛泽东是哪里人 湖南人 湖南人很多坏蛋 毛泽东就是一个坏蛋 还有一个坏蛋 圣竹如园 也是一个坏蛋 湖南人 撕楚瑜也是一个坏蛋 还有一个笨蛋 马因九 所以湖南人呢 要么就是坏蛋 要么就是笨蛋 实在 不成蛋 所以那个时候变成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蒋介石率领大军 被毛泽东赶到台湾来 那个时候副总统原先竞选 国民大会选副总统 蒋介石是一定要孙科当选 孙科就是孙中山的儿子 一定要孙科当选 李宗仁也出来选副总统 李宗仁他的太太厉害 帮很多忙 国民大会选出来之后 副总统不是孙科 而是李宗仁 李宗仁下面有两个大将 五的叫做白崇喜 白崇喜武将第一 白崇喜是谁 白先勇的爸爸 白崇喜 文的叫做陈思远 陈思远他比白先勇的 比白崇喜的儿子 他的女儿更有名 陈思远有一个云南的女儿 后来长大了 她是谁 各位没有人知道 中国第一大明星 林黛 林黛就是陈思远的女儿 后来嫁给龙云的第五个儿子 龙神勋 嫁给龙神勋 所以林黛到香港去 后来等于跟龙神勋离婚 然后服毒自杀 年纪轻轻 那时候林黛从黑白片 一直演到彩色片 真是中国第一大明星 翠翠金莲花 春天不是读书天 吃耳光的人 这都是林黛演 后来等到有这个歌的时候 黄梅歌他也出来演 黄梅吊 那个时候黄梅吊 黄梅吊的这个电影 不叫 他就叫黄梅吊 如果他叫黄梅歌 黄梅歌是歌曲 黄梅戏曲 如果黄梅戏 黄梅戏曲就是 安徽跟湖北 如果是有这样的戏曲 搬上荧幕的话 台湾一定被禁演 那时候电影检查很严格 所以改成黄梅吊 邵氏公司 很意外的 有史以来 最卖作最卖作 黄梅吊的电影 梁山伯与驻英台 这个 那个时候电影 一天最多演六场 没有什么什么 午夜场 没这一套 然后梁山伯与驻英台 在远东戏院 台北圆环那边 远东戏院演 演得 场场刻满 那时候没办法清场 有好多大学教授 一看都看了好多遍 然后每天 那个清场 没办法清 因为间隔很近 然后怎么办呢 不清场 厕所刻满 为什么厕所刻满 所有的人看了都不走 等留在厕所里面 等下一场开演 所以厕所大刻满 厕所刻满之后 电影开演了怎么办 所有的走道旁边 全部坐得满满的 这是中国电影 有史以来 看观众的最多的 其实是梁山伯与驻英台 我们不能说票房怎么样 他的票房 因为那个时候票价 跟现在不能比 而且后来又有午夜场 所以这个都是国语电影 后来国语电影 在香港 也是很厉害 一直到 七十二家房客 变成广东电影 广东电影 在香港 这下不得了 然后 以后 香港 就变成 没有国语电影 只有 粤语电影 讲广东话的电影 所以 还早吧 那么 我讲到哪了 然后说这个 蒋介石 他真的是 您讲到了 蒋介石那个年代 但是你到了临代 你就欲罢不能 所以请你从女人 回来男人 继续讲 蒋经过 谢谢 蒋经过 因为跟蒋伟国 不是亲生的 他又恨日本人 又要血债血还 还到最后 把自己还死了 也没还 蒋经过呢 他被蒋介石 送到苏联 娶了个俄国婆子回来 蒋经过 那个时候 在苏联的时候 写了一封信 要跟蒋介石 脱离父子关系 所以这都是旧话 那 蒋介石 不管怎么样 蒋经过 还是他的儿子 那么 那个时代 后来 蒋经过 跟他爸爸一样 靠特务起家 他们呢 都是用特务 来操作 那时候最大的特务 军统局 什么叫军统局 军事委员会 调查统计局 叫军统 军统局 军统局的局长是什么人 戴笠 戴笠 后来我们 比如说台湾 很多马路 对谁尊敬 就叫 改他的名字 中山南路 中山北路 中正路 迈克阿瑟公路 罗斯福路 还有一个灯辉大道 现在台北 还有一条路 是人名字取出来的 就在士林 宇农路 宇农就是 戴笠的名字 戴宇农 所以现在 还有这条路 宇农路 就在士林 军事情报局的前面 所以他们靠 情报起家的人 也相当厉害 那么蒋经国 到台湾之后 一直掌握 这个情治系统 所以 才能够 操纵到 这个 军权 以及很多大权 在握 要不然的话 蒋经国是 没办法 做到今天 做到他死为止 所以 看看过去 一直到今天 我们怎么样治国 讲起来也蛮伤心的 第一 要有情报系统 又要有钱 还要有权 这样的话 管你能力如何 你就可以做到领袖 所以那时候 看到这个 蒋总裁 他下野 为什么下野 因为啊 毛泽东 打过来了 本来要在长江 跟毛泽东 分支 一个在北 一个在南 毛泽东 当然 不答应 不答应 把蒋介石 一下子 赶到台湾来了 蒋介石 一直做总统 后来啊 因为 毛泽东 上台了 蒋介石 就下台 下野 躲到浙江 清田 去做他的 蒋总裁 那么 那个时候 所有的人 任何重要的事情 都要去到 清田 向总裁报告 李宗仁 做总统 什么权都没有 他叫 李戴总统 蒋介石 后来到台湾来 复刑 逝世 再度做总统 李宗仁 李戴总统 也被 毛泽东 赶下台 逃到美国去了 所以这一段 蒋介石 回到台湾 又继续 做他的总统 复刑 逝世 所以有一个笑话 说 蒋总统 一再的 他 要连任 一定要连任 好 那没办法了 第二任总统是谁 于又任 为什么是于又任 我又任总统了 于又任 第三任总统是谁 台北市市长 吴三连 吴三连 说了三次了 第四任总统是谁 英文老师 赵立连 赵立子连下去 连任下去 第五任总统是谁 严家干 为什么 俺家干 我家来干 所以啊 蒋介石一直 连任总统 从 他到台湾 从他连任总统 一直任到死为止 蒋介石 生前我采访过他 蒋介石死的时候 在中正纪念堂 他的灵灸 摆在那边 让各界去 瞻仰仪容 大家 那时候我也在做转播 做转播 有一个 部长 走到前面来 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就在骂他 滚开啊 别挡住我 那一位部长 我在电视上骂人 骂过好几次 那时候 台湿新闻 就像穷瑶电影一样 只有三厅新闻 穷瑶电影就是 客厅 餐厅 咖啡厅 三厅电影 台湿新闻呢 会议厅 每天都是开会 看得 所有人都烦 我进台湿 我就提倡体育新闻 让他有一点动作 体育新闻一 一弄啊 把台湿新闻弄得 很活了 所以啊 越来啊 体育新闻越受到重视 然后这个 体育新闻这么一弄 我反而成了一个 体育新闻的专家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台湾社会很不开放 看棒球的人呢 都是男性观众 而且都是大人 打棒球 只有几个队在那边打 转播棒球啊 都是用 日文 或者是日本英文 好 既然台式体育做出来了 有一个很巧合 日本呢 少年调部队到台湾来比赛 那台式啊 做了一次转播 那时候我们转播啊 怎么办 一定要用 要么用 日本式的英文 要么用日文 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转啊 于是请教棒球专家 把很多名词啊 都换成国语 比如说全雷达 一雷安达 外野手 投手 等等的这些名词 都是我们那个时候 跟棒球专家 一起创作出来的 一直到今天 我们的国语转播 棒球 通通用我们以前 那些名词 都是我们那个时候 定出来的 所以 我说我在电视上 骂过人呢 骂过好几次 有一次我们去 转播亚运会 亚运会 每天呢 在曼谷 送二十分钟 亚运新闻 回到台北 那个时候用卫星 传送新闻 那不得了 不像今天 而且那个时候啊 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要 晚上要转播了 打电话到曼谷 曼谷电视台 协助我们转播 那边接通了 接通了还不行 那边再打电话 回台北的电视台 双方互相 接通了 我们的转播 才能开始 否则 不行 不能开始 所以转播 一直都很顺利 记得五届亚运 记政不是摔跤吗 摔跤 摔那一跤 没有得到金牌 那也就是我们那次的转播 好 既然 转播啊 一定要两线相通 就是说台北打到曼谷 曼谷打回台北 互相通了 才能开始转播 我们那天 那次亚运转播 一直都很顺 有一天晚上 又是要现场转播了 好 我穿上西装 弄弄头发 用手梳梳头 这个 还摸摸鼻子 好像健康很好 然后 一直啊 转播都没办法 顺利进行 我就坐在那儿 就不耐烦了 我就说 他妈的 怎么还不开始转播 好不容易 转播开始了 我在那儿梳头啊 骂他妈的 通通出去了 通通转播出去了 他们说圣主如玩了 在电视上骂 他妈的 我不在乎 不在乎 回来之后 电视台 没有记我的过 反而记我一功 记了一个大功 因为那次的转播 说良心话 转得太好了 所以讲到 少棒转播 因为女性观众进来了 那个时候棒球都是男性观众看 女性观众进来以后 不得了 看到那些小孩 可爱 然后啊 那个时候台湾社会很封闭 没有看过什么国外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少棒啊 女性观众进来以后 这些小孩又很可爱 球又打得很好 甚至于到美国威廉波特 还打冠军回来 要不然蒋介石跟他夫人 怎么会接见少棒队 少棒之父谢国成 带队到阳明山中山楼 那时候不叫 为什么叫阳明山 以前呢 我们没有阳明山 以前叫草山 草山 后来蒋介石到台湾来以后 住在草山 他说不行啊 怎么能叫草山 没有落草为寇啊 不能叫草山 所以改成阳明山 现在的阳明山 就是以前的草山 好 这个少棒啊 我再跟各位讲个现象 各位年纪太轻 还不清楚那个时候的现象 我们第一次啊 到日本 去转播 亚东区 少棒锦标赛 台湿第一次 转播少棒 那些名词都有了 而且啊 日本协助我们 电视用彩色转播 所以我第一次 在日本转播 转播少棒 彩色电视 那时候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台北市也好 全台湾也好 万人空巷 什么叫万人空巷 街上没人了 没人了 所有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都到火车站前面 那个大电视机啊 在那儿看电视 电器行旁边的电视机 那个地方都坐满了 公车 没人坐 因为啊 大家都 没时间坐 计程车也不开了 反正计程车生意也不好 电影院不卖票 为什么 买票也没人进去看 通通啊 去看少棒的转播 那次的转播之后啊 我们用彩色 台湾的彩色电视机啊 一下子销路不得了 买都买不到 这也就归功于 少棒彩色转播 台市从黑白进入彩色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时间差不多了 是不是 那然后呢 那个时候少棒 是个厉害的站 就好像 我说的 因为妇女观众进来 妇女观众进来之后 那让整个的 这个电视生态 都不一样 所以啊 今天如果一天到晚 讲什么收视率 收视率 妇女观众 最重要 第一 没有妇女观众 你什么收视率啊 都高不起来 也不是很真实的 所以那个时候 少棒转播 也是我生平啊 非常重要 也很快味的 一件事情 否则 今天的圣诸如 好 说到 那个时候 我是台湾第一个 真正的新闻主播 那个时候我们播新闻 我四天 进台湿四天以后 就开始播新闻 我一看 哎呀 我的前辈 快快 画个大浓妆 去播新闻 哎呀 我上次去播新闻 我也画了个大浓妆 画完之后啊 播完新闻 我在想 这黑白电视 画什么大浓妆 再浓也是黑白啊 何况 你画那个大浓妆 男不男 女不女 也不好 所以啊 自从那次以后 我上电视 从来不化妆 没有化过妆 哎 不要讲浓妆 连浅妆都没化过 这是电视 但是呢 我为什么说 我是第一个新闻主播 那个时候我们播新闻呢 前面都有一个牌子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一起播新闻 这个牌子前面 我的名字叫做 记者圣竹如 女的 播音员 她播新闻 她只有名字 没有头衔 为什么 因为她是播音员 她要播广告的 那时候 所以啊 我是后来台视 实施了所谓的 主播制度 主播制度很重要 这一节的新闻 都有你来负责 导播都要听你的 我那时候担任 台视新闻部的副理 我把这个 所有的新闻呢 弄得 自己说一下 弄得很好 然后啊 收视率 节节上升 有一次 那个收视率 好到什么地步 那个时候 台湾治安很好 忽然发生了 一个大事件 李时科 抢银行 拿枪 进去抢银行 抢了就跑 好久都没有破案 李时科 等到 有一天 那时候我 做主播 我每天 都指挥 一个跑 这条新闻的 最重要的记者 我说 这条新闻 你要好好地盯住 这个记者是谁 就是 今天的李四端 然后我每天都指挥他 要弄好 等到有一天 终于破案了 李时科抢银行 破案了 这个破案呢 那个时候啊 台湾 电视啊 三节新闻 一定要 新闻局规定 要同时播出 不能提前 不能延后 你这个 这么重大的新闻 也只能在 七点半播出 七点半到八点 好 那也只好 遵守 那么我做主播 那一天的 新闻收视率 做主播 一直播 我就告诉导播 好 下面这个 这个 新闻重要了 怎么办 导播说 东西一直进来 怎么办 我说好 今天国际新闻 没有很重要的 把国际新闻 通通取消 我们还是播 跟破案有关的 播着播着 导播又告诉我 他说不行啊 还继续有很多 资料进来 我说好 今天呢 没有台风 气象取消 把气象也取消了 所以那天 从头到尾 三十分钟 全部是跟 破案有关的 那个时候你看 报纸啊 发号外 现在报纸呢 有什么号外 发号外 行政院长 孙运玄 发表谈话 所以台湾治安 那个时候 相当的好 就那一次 台式新闻的收视率 达到什么地步 三台 只有三台 台式新闻的收视率 百分之七十八 三台 另外两台 加起来 不到台式新闻的一半 这是我引以为荣的 因为我是台湾 第一个新闻主播 但是呢 别骄傲 做新闻主播 也有新闻主播很多坏处 比如那时候 哇 一下子发生大新闻 共产党的飞机 动不动就飞来 飞来就拿黄金 然后就成为 很重要的头条 飞来很多飞机 上老师 我一定要压榨你一下 您赶紧坐下 我怕你太辛苦啊 刚刚您的那个 带来的非常好的经纪人 年轻人 担心您七十九岁高龄 站太久 叫我怕你血压太高 请你坐下来 时间有限 因为您都谈我小学的时候事情 我要赶紧进入我的中学 这样子 不过你讲到理事科大学 您采访过蒋经国吗 您采访过蒋经国吗 蒋经国每年过农历年 要发表谈话 然后谈话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电视的这个 一幕写出来的字 都要用大字报 大字报 我就带到总统府 告诉蒋经国 怎么样念 怎么样运用这个大字报 大字报 那个时候就发明了 所以蒋经国 他一过农历年 要到车站 去跟观众 告别 慰问观众 那时候台北火车站的站长 一得到这个消息 马上打电话给我 金国先生要来了 我们马上 其实我采访他很多次 您采访他 你听得懂他的相意吗 听得懂 听得懂 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他跟他父亲 你谈到他父亲很威严 他当然也是威严了 蒋经国也是威严 可是这两个人的威严 有什么差别 可不可以弹一下 麦克风 蒋介石的威严呢 他是 往那一站 就有威严 蒋经国的威严呢 因为他样子长得太难看 所以啊 那个威严呢 不够威也不够严 所以我 说实在话 我很欣赏 蒋介石 我很不欣赏 蒋经国 因为我做主播的时候 蒋经国啊 有一个儿子 蒋孝武 蒋孝武 掌控情志 每个礼拜 要跟蒋经国 吃一次饭 告诉他 很多很多事情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从哪儿得到消息 蒋孝武 每次跟他爸爸吃饭 都要说圣竹如的坏话 所以啊 蒋经国 看了我 好像也蛮讨厌的 但你没被换掉啊 当时的台试 说坏就坏了 那我说来 有一点话长 但是啊 我还真的被换掉了 当时我是第一新闻主播 也很骄傲 那个时候有一种新闻不能碰 军方的新闻不要碰 军车压死人呢 没关系 没事 军人呢 都是克难英雄 都是要反攻复国的 那有一次啊 有一架军机 从台北飞金门 栽到海里面去 所有的人都死掉了 我那天是新闻主播 我得到这个消息是正确的 参考消息正确的 但是怎么办呢 我就告诉导播 这条新闻一定要播 导播说这个 没有资料啊 军方的新闻也不能播 我说你播 我负责 他说怎么播呢 我说很简单 从头到尾 打字幕打到这上面嘛 打到我的肩膀上面 从头到尾 没有资料 但是资料就是 军机飞机们 栽入海中 完蛋 打了这个字幕 那天当然收视率铁好 那第二天我又很高兴了 第二天总经理 找我去 石永贵 昨天新闻播得好啊 播得好 收视率又创高峰 然后马上给我奖金 一千块美金 一千块那时候也蛮值钱 而且告诉我 你到美国去考察一下 考察 考察 意思是把你发配篇章 你还没搞清楚 等于不是 考察两天啊 两天而已 你到美国去考察 机票都帮我买好了 又有机票 我难得休假嘛 又有机票 又有美金 然后还叫我去考察 我就第二天啊 我以为叫我去休假 我就坐了飞机 到美国 到旧金山 我一个老同事 老长官 到他家里面 他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 给我奖金 叫我来考察一下 他说你考察什么 我说到旧金山 考察一下 电视台吧 他因为跟党政关系很好 他就说你完了 打电话回台北 打给谁呢 打给文工会的总干事 叶建立 他叫叶建立 差一点点 做华市董事长 叶建立 他说 圣主来考察是怎么回事 叶建立就告诉他 他已经不准播新闻了 已经不准播新闻了 当时我得到这个消息 说良心话 心情很沮丧 新闻播得这么好 怎么不准我播新闻 这明明是白色恐怖嘛 对不对 你怎么到那一刻才明白啊 因为自己太骄傲了 OK 好 那我们赶快转转转转 快转转转 蒋经国死的时候 您上回去 你回去主播台了没 蒋经国网生的时候 你上了主播台没 蒋经国死 麦克风 我想一下 因为 1989年 死的人太多了 一下子 不是那么记得清楚 因为蒋介石死也好 蒋经国死也好 这个陆寄 好多人都跪下来 陆寄 好 你说你刚才讨厌蒋经国 因为他呢 有个儿子在讲校舞 然后又觉得他长得呢 像个猪 然后没有他爸爸一样的威严 然后台湾现在有很多人怀念他 你觉得这是什么现象 怀念蒋经国 你觉得这是什么现象 因为啊 他很会骗人 他做的事情啊 都是了不起了 解言啊 开放报警啊 这个说良心话 你不解也不行啊 不开放也不行啊 老这样搞下去 你那个总统啊 做得更烂 做得更烂 所以你一直说 他已经看清楚情势了 所以他也栽培了李登辉 在那个年代 其实声望更高的 另外一个应该栽培的人 本来是林阳岗 那孙亦璇因为他本来要栽培 结果他脑干中风 那就不用说了 接着就是林阳岗在李登辉里头 他选择了一个在他面前 椅子只做三分之一的啊 那这是有典故的 我告诉你啊 我后来看历史 我不晓得是李登辉有看这一段历史 还是人性的巧合 你知道那个时候 希特勒要爬起来 他是当选了总理 他其实是第二大党 可是他就不让党 他就让这个德国 在1930年啊 怎么样组阁都组不成 一只杯葛 最后呢 就由他来做总理 总统是一个老的 叫新登堡 他怎么骗了新登堡 他就跟李登辉骗蒋经国一样 就一直做三分之一 所以各位同学 将来在你们的人生里头 谁在你面前一直做三分之一 赶快离他远一点 这样就OK 好 那当时您采访过李登辉吗 蒋经国他们用架崩两个字 我记得他死了 他跟皇帝死了一样 叫架崩 OK 他走了 李登辉接棒了 你采访过李登辉吗 好 谈一谈李登辉 因为你采访半世纪总统 因为啊 李登辉做市长的时候 一个长得像猪 一个长得有威严 那李登辉长得像什么 李登辉长得因为啊 长颈鹿 不是 好吧 李登辉的爸爸是日本人啊 是日本人啊 所以他长得跟蒋伟国一样 都有一点威严啊 有点威严 他爸爸只是黄名画下的台湾本省人啊 不算日本人啊 其实是日本人 OK好吧 你们都在考着好 你采访李登辉的印象是什么 因为啊 那个时候他做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都不断地采访他 当然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 他 座位没有坐半个屁股 他都 但是啊 人很诚恳 你问他什么都是 老老实实回答 也不吹牛 这是李登辉 他后来做总统 我也采访过他 有差别吗 就是说 你在看 其实我常常看很多人 当他在某一个位阶的时候 你会 因为他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是突然被提拔的 他只是政务委员 然后突然被提拔上来 然后他做台北市市长之后 就接了黎阳港的台湾省的省长 然后就突然被提拔 然后之后就变成了副总统 台北市市长还是今天黎阳港的市长 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是黎阳港的后辈 所以我想请问你就说 其实我看过很多人性 当他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觉得他还挺好的 他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就越来越奇怪 您觉得他有改变吗 当他做总统跟市长 诚恳这个部分有改变吗 他说两句话 李登辉的市长做得不错 那么李登辉 做总统的时候 我也访问过他 他当然 我凳子没做一半 他也没做一半 那时候他说话比较有威严 李登辉是怎么做上总统的 他并没有叫你等会 没有一点都没等会 那个时候国民党操纵一切 有一个人是国民党副秘书长 一脚就把李登辉给踢上去了 宋楚瑜 又你们湖南人 宋楚瑜把他踢上去了 李登辉没有等会 做了总统以后 反过来对宋楚瑜 毫不留情 他认为宋楚瑜偷鸡取巧 把我弄上来 宋楚瑜 我说 这个 湖南人有好几个坏蛋 有一个笨蛋 蒋介石 有 蒋经国 有三个英文秘书 官做得一个比一个大 第一个前妇 是个大官僚 官僚的一塌糊涂 第二个 宋楚瑜 宋楚瑜 那是个大官迷 哪里有官做就蹭到哪去了 第三个叫马英九 第三个马英九 大笨蛋 把国民党给做垮 然后您采访过陈水扁吗 有 陈水扁不仅做市长 我采访过他 那么 他做总统 跟吕副总统 在一起我也采访过 那时候你不是已经退休了吗 怎么采访 不叫退休 因为我永远是退而不休 有机会 人家就把我弄到前面去 做一些采访工作 OK 所以如果比较起李登辉跟陈水扁 你认为呢 陈水扁因为声明太不好 贪污啊 声明太不好 名声太坏 你采访他说还有这个问题吗 你当时知道这个问题 那还没有 你不知道这个问题 对他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那么 我再说一下 当年呢 有一个人呢 替陈水扁站台 站台 然后陈水扁的老婆啊 认为 这个人很了不起 就把他 弄去做 台式的董事 这个人叫谁 江峡 华氏更正 华氏华氏 他先在台式 对对对 先在台式做董事 那时候我也是你们台式董事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对对对 想起来了 他在台式做董事 这个江峡跟我 这个说来又有意思了 他在台式做董事 那时候董事长啊 是赖国舟 李登辉的女婿 李登辉的女婿 赖国舟啊 也跟我有仇 那么 有一次啊 江峡做台式董事 到台式来 要赖国舟跟他 要叫我陪着 巡视摄影棚 我是节目部经理 我不予理睬 不睬 因为啊 赖国舟我也看不起 江峡是更不用说了 赖国舟在台式 做了一个节目 叫人与书的对话 那简直烂到极点 他自己啊 他自己主持啊 赖国舟自己主持啊 你就可见的那个节目 烂到什么地步 而且我一点记忆都没有 对不对 江峡做台式的董事 赖国舟做董事长 要我陪着巡视摄影棚 我不予理会 那个时候啊 因为我是加拿大的公民 我每年呢 一定要回到Vancouver去报税 我说我一定要回加拿大报税 所以我就到了加拿大 那江峡呢 就告诉记者 盛竹如啊 拿制作人的钱 而且香港还有户头 香港有户头有什么稀奇 我拿制作人的钱 你是台式的董事 你在董事会提出来 查出证据 可以处分我 甚至于开户我 那我就 好所有记者 打电话到温哥华 打到我家 说江峡说我 拿制作人的钱 而且啊 香港还有户头 我听了很气 但是呢 有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就告诉记者 我说江峡偷人 偷什么人 在哪里偷人 偷过几次 我通通清楚 我为什么清楚 因为江峡是一个小演员 那时候拍类戏剧节目的时候 不得已 不得已 我说江峡偷人 好 所有记者又告诉江峡 圣主书说你偷人 我从温哥华回到台北 江峡在台式门口好远看到我 赶快 反身就跑 怕碰到我 因为他偷人 人家嫁人了 不讲了 还是嫁的人 先生还挺好的 建筑师啊 后来在华市 你看做总统府国策顾问 他老公啊 能够做到总统府国策 他是一个美工设计 他能做到总统府国策顾问 他后来其实是挺有名的 一个室内设计师了 OK好 那回头来看 那您采访的历任总统 既然你讲话都这么坦白 最笨的是谁 到蔡英文呢 你不能 就是蒋介石 蒋经国 李登辉 严家干 严家干啊 跳过去了 然后李登辉 那个傀儡都不算 李登辉 陈水扁 麻银酒 蔡英文 最笨的是不是你们湖南人啊 你说什么 最笨的是不是你们湖南人啊 湖南人最坏 最坏 毛泽东坏不坏 大家一定说他坏 这个盛主如坏不坏 也坏 宋楚瑜坏不坏 官迷嘛 马银酒坏不坏 他笨嘛 所以你采访的历任总统里头 你觉得 其实政治人物要不坏也不容易啦 懂意思吗 OK 他要当选的过程 要相当坏他才能够赢 这是我们选民的问题 那我先请教您就说 可是不讲坏 就讲说 做一个总统 你觉得他当一个总统 他也不是只有说对你好不好 或是他诚不诚恳地回答你问题 而你在采访他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各种能力 各种情况你觉得最糟的是哪一位 又谈到政治上面来了 这不是 这是您的观察 要不然你采访总统班师基 你不能只采访送给你的手帕 然后啊 我们说毛泽东好了 先讲毛泽东 毛泽东比你当我们台湾的总统啊 没有 我从毛泽东讲一下 毛泽东啊 他是湖南人 又是个坏蛋嘛 毛泽东湖南人 湖南人好可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 他在天安门广场上面说什么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是毛泽东 没有 这些人呢 都有相应呢 所以有相应其实可以闹出很多趣味 所以跟我刚刚讲的 有相应 三个人通了电话 两个小时之后 互相不知道谁是谁 你这是什么 你是搞政客给我打马虎言 我问你的问题都没回答 我在问您说 你采访了总统半世纪 你认为我们的总统 出了什么问题 好像 我觉得很多人会去怀念蒋经国 你说他很会骗人 可是我会觉得 人们会去怀念他的原因 跟经济比较有关系 然后不见得是民主政治 但是也觉得他没有蒋介石那么独裁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 后面的总统 在经济领域里头做得太失败 所以这是人们怀念他的原因 如果后面的总统在经济的部分 是跟他一样好 或是超越他的 我想他不可能今天是被怀念的总统 那他因为很清廉不贪污 所以人们就原谅了他的独裁 原谅他的特务 原谅他的小气 原谅他曾经做过的很糟糕的 卑鄙的所有的事情 应该这样讲比较公平 对不对 所以您怎么看待半世纪下来的总统 我现在变成好记者 我就是当家主播 就是绝不放过您的意思 怎么看待那么多总统 现在我觉得蔡英文总统 做得相当烂 做得相当烂 现在的国民党啊 就怕他不选总统 蔡英文如果选总统 百分之百完蛋 国民党就怕他不选总统 蔡英文呢 还动不动啊 把几句话挂在嘴边 我是三军统帅 我想你那个样子 什么三军统帅 那三军就完了嘛 所以啊 我认为蔡英文真的做得很烂 而且啊 他如果竞选连任 我敢打包票 绝对选不上 你采访过他吗 有 当年啊 有一位民进党的大佬 他的儿子结婚 我做主持人 蔡英文 那个时候还不是总统 坐在我旁边 我们两个人也有一番谈话 我觉得 他一方面 对于事情啊 他搞不是那么清楚 再一方面 好像 非要认为他相当的伟大 所以 第一 我对蔡英文没有好印象 第二 这么多年来 他的施政 以及他的表现 我都相当的失望 他比较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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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英九 马英九是另外一种笨 不同的笨 蔡英文的笨呢 是聪明里面的笨 马英九的笨呢 是笨里面的聪明 正好反过来 这两个人呢 都不怎么样 反请叙述之 什么叫聪明里头的笨 什么叫笨里头的聪明 凡醒讲一下 您这个押韵押得太好了 蔡英文呢 要讲清楚啊 好像聪明的不得了 其实做的每一件事情 说良心话 反效果 笨 那马英九呢 马英九啊 做的每一件事情啊 就好像笨的不得了 其实啊 在笨里面 他还带一些小聪明 要不然 怎么能竞选连任 还可以选得上 像蔡英文 想选连任 保险选不上 我觉得两个相反 我认为蔡英文是笨里头的聪明 马英九是聪明里头的笨 讲得很有道理 跟我讲得虽然相反 我们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 您好会讲话啊 难怪蒋介石这么喜欢你 没有把你枪毙 这样子 就说蔡英文其实是一个 平凡之姿的人 就是他的能力 各方面 各方面都是很中等 中上的人 但你当然做总统 不用特别聪明 那他的人生 主要还是靠爸爸的提拔 他本来就在政大里头 当副教授 因为父亲 进入很大的政商关系 然后 首先让他们家致富 因为他们是屏东人嘛 他爸爸就很 他爸爸非常聪明 其实蔡英文有个聪明的爸 蔡杰胜先生 他很了不起啊 让蔡家最后可以这样子 光宗耀祖 用一般人的价值观 就是说 他一看到张峰旭 当上了台北市市长 立刻组屏东 台北通商会会长 因为他们都是屏东人 客家人 你喜欢说书 我现在也来说书一段给您听 张峰旭有个女婿 名字叫曾永泉 这个曾永泉 有一个最大的本事 他现在叫国民党的秘书长 他是永远不倒翁的秘书长 他伺候过国民党这历任 不同的主席 就是盛诸如老师讲的 一个比一个笨的主席 我是不知道对或不对 他是王金平一手提拔的 最重要的立法院的接班人 然后马英九任命他 做整个立法院的副院长 然后最后马英九任命 他做国民党的秘书长 然后最后他参与马王之争 把王金平斗下来 然后最后吴敦义 又让他做国民党的秘书长 最后他又跟王金平的关系 很好 而他是张峰旭的女婿 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叫做蔡英文 有没有这么了不起的人 你们觉得这个人 你们听懂了没有 连连看 你知道连多少人 这个人永远没有敌人 每个人都用他 大家明明知道 他以前跟着王金平 他背叛过王金平 照常用他 都不想到他会背叛我 因为他听话到这一刻 听话得不得了 所以2014年呢 我们俩大败的时候 他有一个本事 就是马英九呢 跟他说好 张一华不辞职 我也不辞职 就你辞职 周永泉就答应他 他绝对不会争公为过 说当主席你怎么可以叫我辞 一切都你做的决定 怎么会叫我辞 他不是 他立刻就答应 马英九就觉得这个人够意思 问题是所有人都知道 曾永泉凡事一定跟马英九报告 所以那天我们就在电视上 大家都说 为什么是曾永泉辞呢 我说了一句名言 我说我对曾永泉的了解 他除了上男厕所 不跟马英九报告之外 他什么事都跟马英九报告 所以怎么会败选 是他的责任呢 其他人就偷偷骂马英九 马英九 电视面就骂到 就辞掉了党主席了 那这个回来讲蔡英文 蔡英文她是中等之子 然后她的爸爸呢 很了不起 原来是一个黑手出身 修车子的 他就知道说要修车 就不可以修一般台湾人的车 因为台湾人是穷光蛋 要修美国人的车 美军顾问团那个时候在台湾 所以她的修车场就在美军公团旁边 然后呢在蔡英文的妈妈之前呢 她主要交往的对象都是美军公团里头被美国大兵抛弃的女人 因为她们是最好的业务员 所以她爸爸是很聪明的人 那我不谈人家隐私 重点就是说 最后呢她跟张峰旭的关系 她就是张峰旭的很重要的心腹 张峰旭后来又当上了内政部部长 你了解这两个位置的意思是什么 你要什么地 有什么地 你知道哪里要开发 你就可以去买哪里 所以蔡家在前面 因为她爸爸很努力地 把这个修车行给做起来 可是这个钱还是小钱 但是房地产 买土地这个事情是他们大赚钱 那她是很有耐心的 可以整合很多基林地啊干什么 她也不完全只靠政上关系 但是她因此跟政治里面的关系 就把蔡英文推荐 很年轻就推荐进了行政院的公平交易委员会 所以蔡英文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是国民党的官 国民党下台了 民党上台 她继续做她的官 变成民党的陆委会主委 就是她爸爸是很有能力 让她这样子无缝接轨的 那她这个人的最大的能力 就是她很知道整个大的局势是什么 所以一个人平凡有一个好处 叫笨重的聪明 我知道我不够聪明 所以她不会抢出头 她在很多情况里头会察言又观色 了解如何平衡各个不同的关系 她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民主进步党的人都对她很满意 觉得她能力很强 因为当民进党的陆委会主委 最重要就是不要跟大陆往来 所以她最重要的角色就是say no 你每天只要say no 下一次再say no every day say no 那就好了 那她就很善尽职责 那她说话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现在成了缺点叫做空洞 所以有人叫她空心菜 可是当时这是她的优点 为什么 当她say no的时候 她说的话你听不懂 你知道她要say no 可是她没有那么直接告诉你no 别人跟她说中国大陆现在我们如果不赶快去产业布局 我们会丧失这个机会 我同意你的看法 中国大陆既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的威胁 她say no 大三通 她说直航 民党说这个木马屠城计 只要坐飞机到大陆去有直航 没有绕过香港的话 那就会有解放军从飞机上把我们打死 如果按照这个是真的 我们现在都死光了 因为每天都有直航 那个时候是这个理由不要就反对三通 尤其反对高雄的三通 这使得高雄今天完全垮掉了 那个时候 米娜我的朋友们比较笨的就会反对三通 就是会有解放军 像吕秀莲就是这样的笨蛋 就聪明的笨蛋 她就会说解放军会坐在飞机里头 会开到总统府把大家都杀死 但是蔡英文的说法就说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涉及国家安全 要循序渐进 所以我们从小三通开始 什么叫小三通 就是进门到厦门 坐一条船 也没飞机 这跟大家讲的直航 不管是海运从高雄港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没有足够的钱 有深水港 所以所有的货运都要拖到新加坡 新加坡是深水港 再换中型的船 再拖到香港 然后才进去 这个太麻烦了 这个海运的费用太高了 所以如果那个时候高雄港有一个机会 不是停在新加坡 是直接开到高雄 再从高雄拉到深圳 或是拉到其他地方去 那今天高雄不得了了 但是这高雄港的机会 等后来浙江盖起了阳山深水港 靠近上海这个地方 那就没有了 因为它的深水港盖起来了 深水港盖起来 还是将近2008 09 2010才完全完成的 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的港口 那当时之前第一大港口不是新加坡 就是香港 那是因为我们高雄 让给了他们 那回来来讲 蔡英文的能力在这个部分 你要不要觉得 她就是在这方面 我觉得她是笨蛋中的聪明 我不是在骂她笨蛋 是告诉各位 其实你是一个很平凡能力的人 如果呢 你懂得自己自知普通 然后你看清楚环境 有些事情呢 就是不要让自己强出头 以前艾森豪说一句话了 他说 一个士兵呢 如果他非常的聪明 但不是很勤劳 这个人可以做将军 他不是很勤劳 但是他很聪明 还可以做将军 如果一个士兵呢 他很勤劳 他又很聪明 他只能够做营长 如果他很笨 他又很懒惰 他就做士兵 他讲了这三种人 旁边一个人问他说 那如果他又很笨又很勤劳 他说那只能枪毙一吐 这样子 所以这个人资之普通 没有关系 其实呢 他还是有机会会成功的 那为什么我说 马英九是聪明中的笨蛋 因为他们两个人我都认得 马英九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 但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太接触了 他太优秀了 这世界上没有比他更英俊的男人 也没有比他更值得应该出头的人 所以任何可能跟他在一起的人 他不是骄傲 他充满了 你可能威胁我的防御性 所以他是聪明中的笨蛋 他不知道人家是朋友 他把朋友当敌人 所以他本来很多朋友 朋友就一个一个少掉 所以人们就形容他跟王金平 一个是没有敌人 一个是没有朋友 他的朋友是怎么不见的呢 就是他本来 大家以为他温良恭敬让 后来发现他谁都不让 朋友也不让 恩人也不让 兄弟也不让 大家都不让 这是我跟你讲 我看到的刚好相反 不过这是 他每个人的个性上头的特质了 孙老师 那回过头来来讲 他还是跟做总统有关系 总统做得好跟坏 还是跟用人有关 对不对 第一个是你怎么用人 第二是你对这个国家的 长期的远见 就是未来 第三个就是你的理想特质 这几个还是重要的 李登辉是有国家长期的远见 可是他赌错了 他赌中国会崩溃 结果崩溃的是 他觉得一定不会崩溃的东南亚 所以李登辉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他判断错误 这个判断错误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内心里头有他一定的意识形态 所以意识形态会影响人 哪怕是一个好的农业经济学家 对经济的判断 他认为中国一定会崩溃 他却没有注意到东南亚 更会崩溃 所以亚洲金融风暴的时期变成 南向的崩溃了 所以他这个是赌错了 你不能说他没有目标 但你也可以说他没有目标 因为当时呢 他主要就是铲除国民党内的异己 然后以及把台湾的民主让他正常化 他没有注意到 他让台湾的传统产业都走光了 不管是去东南亚 还去大陆 我们其他除了高科技 其他的产业是什么 零啊 当时也没有说高科技扶植起来之后 那高附加价值的这一群高科技 他只能够养活台湾不到5%的人 然后他的溢出效益也只有一点点 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赶快扶植出来 就是那我其他的产业 比如说同一个时间 我的服务业是什么 我的医疗产业是什么 我的医疗观光是什么 我的文创产业是什么 就同一个时间 同时把我的外移的传统产业的失业的人口 跟被丢掉的中南部的所有这些城市 他们因此失去的工作机会 他想办法说那我扶植这些农村 让这些农村变成花园城市 或是他变成民宿或是变成什么 或是他都没有在思考这些部分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李登辉我对他的评价 蒋经国我因为比较小一点点 我对他只有批评 所以我就觉得不公平了 看李登辉我就可以看到比较多面 我后来去看蒋经国的七海官邸的时候 我有一点了解为什么老百姓比较怀念他 他的官邸就是这种类型的这么简单的椅子 就是这种椅子 没什么豪华可言 完全不像一个总统的房子 然后一个简单的床 旁边呢就都是一堆资料跟放大镜 他每天是很孤单的 一个人在研究国家大事 然后他的医生告诉我 明天国民党要开中常会 他就开始非常认真地准备 明天的议会内容是什么 现在国民党中常会简直像胡闹会一样 当时他不是 国民党中常会对他来讲就是要让所有的同志了解 因为他是党跟国是一体的 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的大方向是什么 那大家要一个一个把它落实下来 所以那不是选举机器而已 那因此呢他就前一个晚上就会准备准备 准备到他睡不着觉 那他的医生是江碧宁医师 江碧宁医师呢就曾经告诉我 他已经给了他一个安眠药 他一点钟起来 因为用脑过度 还有担心明天哪 有一个重大的依然 有人会有不同的意见 要怎么整合 当时他要整合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要拍板科学园区到底在桃园 还是在新竹 孙云选主张在桃园 因为桃园靠近桃园机场 徐贤修国科会主委主张在新竹 他说日本人在那时候 早就有已经科学的园区的规划 所以你看到现在有很多漂亮的 日本式的房子还有大树 另外那里有清华跟交大 所以人才比机场重要 这两个他要听 所以他思考了一整个晚上 都不太睡得着觉 所以半夜一点多起来都不能睡觉 他就拜托就找江碧宁 张碧宁就赶去他的七海观地 赶到七海观地以后就要问他说 什么事情 他说我睡不着 请再给我一颗安眠药 他说怎么能吃呢 再吃他搞不好就死掉了 或者会有什么后遗症 于是他就给了蒋经国一颗维他命 在当年那个叫七君之罪 就蒋经国吃了以后 就睡到第二天跟他说 他是用相应讲的 江一诗啊 您昨天给我那个药 管用多了 以后给我吃这个药就好了 所以这是江碧宁就告诉我说 其实很多人的失眠是心理作用的 这不是只有蒋经国 我前一阵的开飞陷害的时候 我很知道那个上面的码飞 一个钟头才给一个milligram 可是怕痛的人就 十分钟都按个不停这样子 其实那叫欺骗病人 心理安慰剧 你一按他就打 你就觉得哎呀我不痛了 哎呀我就不痛了 不是平凡人才会被骗 有一天林怀美老师来我家 我在跟他谈我开刀的事情 我就跟他说 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要医生给我打那个 Michael Jackson最后治死 那个麻醉剂的药 医生说太重的剂量 怕我像Michael Jackson死掉了 所以他只给我四个milligram 可是呢开心脏的胃针告诉我 一定要六个milligram 否则你绝对不能睡 因为我连往后躺 一点点都没办法 他说一定要六个才够 那我就算好 一个钟头 他既然他答应我了 我就先立刻按下去 就一个milligram 他打四个milligram进去 那就五个milligram 我再挨一个二十分钟 再挨一个milligram 就六个milligram 对不对 那我就只要一个小时 我讲给林怀明老师听 林怀明说 哈 原来中间都是假的 我在那个地方 当时我在容总 中学都按个不停 我每十分钟都按一次 连林怀明也都被骗了 这是一个笑话 那我就回来谈说 我跟你交换意见 就是说 这个 我没有采访过那么多的东西 不会跟他们有接触 跟李登辉有接触很多 跟蒋经我没有接触 因为蒋经我当时把我立案 就是叫警总要准备抓我 因此我就不够 我妈一听 蒋经我给他加我 赶快把我 其实也没什么 我就画了一个漫画 然后把它当 我觉得那个画画得不错 我就把它当一个圣诞节啊 李登辉就这样绑起来而已 然后上面有一个胡结叠袋 叫做绿色的 他们就觉得我这样子 侮辱国家元首 就把我立了一个案子 然后就开始准备调查 然后准备要抓我 那可能我妈妈有 朝中有人就有人告诉她 那我早就申请好美国 我是这样子去美国的 OK 好 后来讲就是 李登辉我跟她接触 她有在替这个国家想 可是有很多事情 比如说她听到高附加价值 她虽然是全农村经济的 她到后来把她的权力重心都放在 第一个对付中国大陆 她判断错了 这个不是故意的 第二个对付她党内的人 这样对吗 所以最后的结果 她就没有注意到 在任何经济学家都会懂得道理 就是高科技业能够养活的人 不管她的市值多高 直接跟她有关的工作人员 不到传统产业的一百分之一 那她也没有去注意其他 所以这个学经济的 最后她的经济不及格 那阿比亚因为不是学经济 她是学法律的 对她来说 政治只有党内势力啊 平衡啊 大概是如此 所以我们的结论可不可以说 反正台大法律系的人 都让她落选这样 是不是 最后您做个结尾 文献讲的比我有深度多了 那么最后啊 刚刚一直提到这个马英九 各位知道 马英九的爸爸是谁 名字叫做马赫林 也是国民党的算是高官 但是啊 她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国民党任何人死了 到殡仪馆到灵堂去 她在那念纪文 马赫林是专门念纪文的 尤其她那个湖南腔念纪文 念的是 好像写诗一样 所以 今天啊 文献真的讲的比我内容好得多 您太可惜 我只是在那边有些说些笑话 你把我小学的时候都补起来了 这样 让我们很多人把他阿公 时代的历史也都补起来了 因为他们现在走的理由 是他们的上课时间到了 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讲的话 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也时间差不多 今天我们俩就这样东拉西扯 她是老一代的 不是说过去的 就是那个年代的传奇人物 她说话呢 咬文绝字 基本上没有这一字 口齿清晰 到79岁仍然如此 希望各位同学 你们大家到79岁时候 都比我们大家更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希望各位身体好 文献身体好 来 谢谢孙老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